波蘭總統表示他將會否決波蘭議會最近通過的三項有關改革波蘭司法制度的議案的其中兩項 杜達總統星期一通過電視宣布上述決定 幾天前波蘭發生大規模的街頭抗議 杜達總統說他決定將有關議案退回議會 也就是說他要否決有關最高法院的那項法律議案 以及那項有關全國司法委員會的議案 這兩項議案都被普遍認為是挑戰司法獨立 執政的法律正義黨籌劃議會通過這兩項議案 作為他們對司法制度進行大改造的一部分 波蘭議會最近通過的第三項議案規定重新組織地方法院 杜達總統說他將那項議案上簽字使之成為法律 作詞施策 感谢观看